加州州长布朗和州议会领袖宣布 就1154亿美元的预算案达成协议 预计这项于7月1号开始的新会计年度预算案 将在州参众议院轻易过关 这项预算案也将使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州府 补助无证兆的孩童健保的州 在之前协调中 民主党掌握的加州议会 希望能够扩大对中低收入户的社会补助 然而州长布朗表示 州府的收入没有议会想象的这么乐观 最终预算金额以1154亿美元 比较接近布朗提出的预算案达成协议 其中2650万美元额外补助 7000个幼儿园的学童和6800个托所名额 另外也扩大州府的健康保险 让低收入非法移民儿童也能够有健康保障 下一会计年度有4000万元 将会用于补助无证兆孩童健康照顾 反对者批评布朗此举 就像之前加州允许非法移民申请驾照一样 对于非法入境者过分慷慨 祝货